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問題 7個怎麼樣把它全部下載 那當然第一個一個下載是這樣子 那如果7個一起下載的話 你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變成你要改兩個 SUB 那其中一個SUB是叫做共用SUB 它可以傳遞所謂的參數 去變更裡面的值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剛好講到了 就是說你可以把零售市場這一個 因為它是變成要下載7次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要怎麼做 像這個我先把它註解掉 這個我先把它按右鍵 這個工具上右鍵有一個編輯工具列 假如底下的程式要註解掉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個編輯工具列裡面的這個 你要 就不要刪掉了 把它留下來當註解 這邊有一個 使程式變為註解點一下 那這個底下就變綠色了 表示說它暫時不要刪掉 它留下來這邊 等一下如果確定可以刪 我們把它刪掉 不然先刪掉的話 到時候的話會出問題 那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增加兩個參數 哪兩個參數呢 第一個參數就是 要把這邊的這個字串 變更 第二個的話 就是這個位置 那怎麼 傳遞 我這邊就是 第一個我先新增兩個參數 一個叫 把UR L好了 OK 名稱這個自己取的 第二個名稱 鬥點 哪一列嘛 所以就是R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兩個 那這兩個名稱我自己取之後 我就把 這個URL的 參數 有點像一個變數 放到這一串裡面 那怎麼串 1 先把裡面的網址delete掉 因為它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呢 2的話呢 你就把它移到那個雙影號的外面 空一格 串一個什麼 AND 把那個UI 空一格 AND UIL 就是把UIL 這一個 這個什麼 這個參數字串 放到這邊來 那他將來就串 把它放在這裡了 就是跟 就是等於是剛剛那一串東西 我把它變成一個參數 傳過來的意思 那第二個的話 改什麼 改這個 那這邊改什麼 把這個一樣把它刪掉 後面一樣 空格 AND 空格 然後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R 這樣就OK了 那因為剛好URL跟R 都是在 這個自串的最右邊 所以你直接串一個 有沒有 一個参數在 這個右邊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就加一個 AND把剛剛的東西刪掉 然後AND UIL AND R 第一步 那底下的東西就應該可以確定可以把它刪掉 我們就不要一直重複做 這些同樣的動作了 那只是說呢 如果我現在已經把它改成所謂的 共用的 這個SUB 那共用SUB的話呢 需要有 另外一個SUB去呼叫他 那我們怎麼呼叫呢 特別注意喔 我底下的話 我乾脆建另外一個SUB SUB名稱叫什麼 SUB 名稱 我習慣這邊加一個O O的話就是說 全部七個 OK 然後一樣 Enter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 這個是要呼叫他一定不會有 小瓜糊裡面是保持空白 就是他呼叫他 那我怎麼呼叫他呢 很簡單 就是什麼 Call 以後的話呼叫他就Call 扣空一格之後的話 把這個名稱 放過來就可以 直接用複製 Call零售市場 那你錢瓜糊之後的話 他就跟你要個 你的網址給我一下吧 OK 那當然 我那個網址現在沒有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S S等於那個網址 那個網址叫什麼 我先抓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網址是這個 這個網址 然後把他放在這裡 放在S裡面 S裡面就放一個 這個 這個網址 然後呢就丟給他S S這個丟給你了 豆點 第二個哪一列 那我假設第一列的話 我就先幫我放在 那個第一列的話 這個就是 只有呼叫一個 OK 我現在先示範一下 如果只呼叫一個的話 就是 1月1號到7月14的這個資料 那我就先開一下 一個空的 空的這邊開個空的 那我執行給各位看 按F8 執行的話是執行這一個 那他會怎麼run 各位可以看 F8 然後S取得之後就一個 一個網址的 字串 文字 然後呢 Call的話他就把它 傳給他 傳這個S 到UIL 所以你會把UIL 就接到S給你的 所以有點像什麼 把這個 變數裡面的東西 丟到這個UIL 然後把E 丟到這個R裡面去 這個就傳遞參數 那傳過來之後的話呢 這個UIL 放的就是S裡面的資料 R裡面就放的是E OK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一樣先清除 這個我先把它刪掉 這個FUNCTION每次都run一下 然後呢 他就可以直接 就可以把資料 再把它 這個傳過來 然後清除 這個就是R 所以這個R等於E嘛 所以這邊跟前面串 AE 後面就加一個E 所以RANGE AE 那網址的話呢就這一串 所以跟前面這個TEST 分號就串在一起 OK 然後網址就OK了 然後語系這個沒問題 然後呢 抓下來 這個就跑了 就抓下來 那當然呢 目前 只會抓的是什麼 1月到7月的 嗯 那可是問題來了 目前呢 一個 可是我有很多個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 那你就 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S 把它改成一個所謂的正列 正列 的寫法呢 特別注意喔 假設我要寫個正列 那裡面放很多個 這個什麼呢 那個名 那個什麼 這個字串的話 那寫的方法 我把這個改一下 也許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array array array 就是它的那個正列 名稱可以自己取啦 我叫array arui 這個名稱我取這樣 等於 如果你要給一個正列的話 開頭記得一定要 用一個函數叫array aray 前刮斧 後刮斧 然後中間的話呢 你就可以放第一個 第一個 王子 豆點 第二個王子 豆點 第三個王子 假設七個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 做七次 所以喔這邊你可以這樣啦 但問題啦 特別重要 這個還很小心喔 中間一定是豆點 所以123456 好七個 OK 那接下來做什麼 你就把剛剛的七個王子 分別怎麼樣 第一個 Ctrl C 怎麼樣 把它貼過來 貼的時候特別起來 這個王子 記得貼在這個雙引號的裡面 不要貼錯了 一個OK了 但我覺得比較容易犯錯 太長了 有沒有 所以啊 第二個 所以這個不能 發生一點點的閃失 就是變成你要一直就是這樣慢慢貼 第一個貼過來 第二個貼 第二個貼過來再移到這邊 然後第三個 一直在推啦 你就不要不要做錯的話呢 基本上喔應該 就會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第三個 然後選的時候記得喔這個後面好像有個空白了 盡量不要選到那個後面的空白 然後在第四個 然後第五個 其實這個 你看影片可以快轉沒關係啦 因為動作都一樣 OK 然後把這邊再貼 然後最後一個 OK 七個嘛 把這個再貼過來 七個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那個 陣列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OK 只是說呢 他有個缺點 很長有沒有 這麼長 不能不能打錯任何一個字喔 所以喔你這個規則要非常的熟悉 OK 好 那還有同學說這個這麼長喔 以後這樣閱讀不方便了 可不可以讓我Enter 幫他換行 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在 這個 逗點的後面空白 記得喔 逗點後面 如果有空白就在空白 如果沒空白你就加個空白 空白後面加個底線 Enter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把兩行變一行喔 特別出來 但你不能隨便說喔 老師我直接按Enter 不行 他要出錯 因為 他不知道說你上一行跟下一行要同一行啦 OK 所以記得喔 一定要在逗點的 後面的空白 逗點後面的空白加個underline 底線喔 Enter 這樣子 第二行就跑到這裡來了 然後第三行有沒有 這邊有空白 底線 Enter 這樣的話呢 他就可以幫你把 這個很長一行有沒有 通通都變成同一行 OK 是這樣寫啦 所以其實有些都是 固定動作 只是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也就是說 不能做錯任何一個動作 只要做錯任何一個動作 那很抱歉 你 做的事情 就一定會失敗 OK好了 第一個 產生陣列 沒問題吧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地方 改 成array 但問題喔 你要一個一個抓 第一次抓 第一個 第一個的編號特別是從0開始 所以喔 這個是編號0 最後一個呢 就編號6 所以0到6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在底下 寫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0 0 編號一定從0開始喔 這個正列的規則是沒辦法 0到6 Enter兩下 打個NAS 下一個有沒有 然後就直接把這一串 code 丟到這裡來 然後本來是code S 對不對 這個把它刪掉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什麼 改成用那個 array url 刮弧 第幾個 第i個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抓 他的第1個 那就是array url 小瓜虎 0 就是抓第1個字串 然後呢 小瓜虎裡面放1 那就抓第2個 一直類推 OK 然後面的話呢 列 那如果每次都放第1個會怎麼樣 他就一直蓋過去 或者是向右眼 那怎麼辦 我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因為喔 這邊有一個可能性 當我現在是空的 那我就 r應該等於多少 所以喔 這邊有一個邏輯 if range 假設這個目前的儲存格 A1裡面 如果沒有任何東西的話 等於 等於空的 空一個 then 然後要做什麼 else 做什麼 and if 先結束一下 如果呢 A1裡面呢 假如沒有東西的話 那表示他 資料是 空的 那我r等於多少 從第幾列呢 從第1列開始 有沒有 就是直接乾脆幫我從這邊放 這個r將來會丟到這裡來 就是這個r 就是a1 幫我放在a1 那如果說呢 他裡面已經有 丟一次了 那怎麼辦 那請你 幫我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 所以這邊 向下追蹤 剛剛有寫過 range a1 你幫我向下追蹤 到現在他裡面有哪一列 有沒有 剛剛有寫過嘛 向下追蹤到 那一列 但特別注意喔 不是就那一列喔 因為那一列 必須怎麼樣 的下一列 所以變成什麼 加1喔 因為沒有加1的話 變成 r 加1 然後 丟給什麼 丟給那個r 所以r等於 向下追蹤之後的那個列 加1 好啊這個地方底下 就是直接給什麼 給r就可以了 好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run一下 接下來的話當然 這個最後的關鍵 按f8 那執行的話執行他喔 所以這個 array ar 如果以後你要看裡面的東西有個 方法按右鍵 選舉他按右鍵新增監看似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 眼鏡有沒有 加號 他裡面放的是什麼 有沒有 0 就放這個 提值就第一個字串 123有沒有 4 5 6 總共0到 6嘛 那我要抓第一個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 這個新增監看似 只是大概 OK先把它關掉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就先抓第一個字串 抓第一個 但是要放哪裡 放 目前A1是不是空的 4 所以呢 r等於1 那我現在的話就是把這個字串 第一個 網址先丟給 上面這個共用的 這個程序 然後 並且把1傳過來 所以他知道說 幫我把它 抓下來 那就幫我放到哪裡呢 放到 這個 A1開始的下面的資料 記憶體不足 現在這年代還有記憶體不足 先把它關一下 還是我把那個 PowerPoint 這個這個這個 先不要儲存好了 OK 然後我把PVT也關掉一下好了 好 這個 不會吧 OK 再把它run run到 這邊好了 OK 這個 有了有沒有 請問我們這邊 記憶體是多小 怎麼會有這種 很久 非常久沒看過 記憶體不足這個訊息了 大概最早之前應該在 20年前應該 20年前大概那個run 大概只有 大概 32m 那種 奇怪 OK好 那再來的話 等於第一個已經抓下來了 有沒有 Ctrl向下 那第二個怎麼抓呢 第二個依此類推 第二個的話呢 有沒有 那就 跳回來了 所以NAS之後的話 I呢 就等於1 有沒有 剛剛是0嘛 就抓第二個 有沒有然後再 那因為A1現在有東西了 有沒有 他現在是不是等於True 等於False 因為呢 他 裡面 已經有放了東西 所以他不等於空的 裡面 有放了一個日期 那不會是空的 所以他跳哪一個 跳這裡 那向下追蹤之後的話呢 他得到的應該是多少 24475才對啦 加1就24476 有沒有 他就把這個 追蹤到這裡 有沒有 加了1之後呢 那這個就是 變成 這個意思說我待會資料呢 下載完就幫我放在這裡 OK所以要依此類推 所以下一個 然後再幫我抓資料 然後R的話呢 就是24476 然後抓第二個 依此類推 OK然後下載 下來 OK 完蛋 有個地方 撥給哪裡呢 這一行 Clear Contents 因為他要把舊的殺掉 所以這個 這一行不能出現 所以這一行要把它刪掉 清楚喔 不然的話 你剛剛知道就不OK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再來一次好了 開個新的 所以這個讓他全部跑了 這個就 應該差不多啦 所以底下都一樣 讓他全部跑 然後就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好 大概 其實如果頻寬夠大的話 不會塞車的話 大概 幾秒鐘的時間內 他就全部通通下載下來了 有沒有就像這樣子 然後Ctrl 項下看一下 7萬多筆 所以 2019年他全部 從1月 Ctrl 項上 1月份 Ctrl 項下 到12月 全部的資料 就OK了 所以喔 當然你要塗髮煉鋼也可以啦 就是說你每天 如果都說 做症狀的事情 完全不建議你塗髮煉鋼 因為太浪費時間了 那只是說呢 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你會發現 如果我們 往下找到 7 7月份的 你會發現 7月14 那一天 有沒有 7月份的資料呢 這什麼 喔 他好像又有分 看一下 不然我就找日期好了 你會發現他這個 這個資料每一個 每個 開頭都會是日期 Ctrl C Ctrl F 尋找一下 下一個 在這裡 有沒有 他這個 開頭呢 也會多一個這個東西 尋找下一個 他也下一個也會有 這個地方也會有什麼 又多一個 下一個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下載一個 他的開頭的第一列 就會這個 那怎麼辦 待會可能要想辦法把它刪掉 那刪掉的話當然不是 你想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就 土法鏈剛來 那當然 要嘛就全部都做 程式設計 不然的話 你在做一半的感覺 不是OK 當然你有個方法 你可以利用 Ctrl C Ctrl F Ctrl F 就是尋找 尋找的話 你可以找那個 全部尋找 全部尋找 特別重要 他會幫你把它列個表 總共應該會有幾個呢 會有七個 日期 那你只要避開第一個 第一個不要刪掉 為什麼留下第一個 那你就 不是按幾例子 你可以利用常用裡面有個什麼 刪除 刪除列就可以了 他就幫你把多餘的那個 日期開頭列 都刪掉 但問題喔 這個好像 還是土法鏈剛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喔 我要想個辦法 批示的把這些多餘的列刪掉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後來我想一個方法 其實程式也不複雜 就跑個回圈嘛 所以底下的話 我又 再來底下這邊有一個叫刪除日期列 那這個刪除日期列的規則 其實也蠻單純的 就是 幫我怎麼樣 從最底下 Ctrl向下 然後一直往上找 找到如果有日期那個名稱的話 幫我做什麼呢 把它刪除掉 的動作 Ctrl F 假設找到了 假設找到就幫我把它刪掉的話 那程式 撰寫的方法 就這邊啦 OK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採用反向 反向搜尋的 那為什麼要反向搜尋 這個搜尋 最重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現在 假如說 由上往下找 找到之後 你把它刪除 那它 刪掉這一列之後 下面這一列會地補 那會造成什麼呢 你本來應該找 它的下一列 結果因為它地補之後 你就找不到 它的下一列了 所以通常會 反向 反向的話 就是向下追蹤之後 那到哪一列呢 到的話就不要到第一列 因為第一列 這個不能刪嘛 所以我就 把這個地方 反向刪除 Step-1 這個我想 待會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把一 原來的零售市場 的這個Sub 改成所謂的共用的 這個Sub 那裡面的話就是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哪一個網址 哪一列 第二個的話呢 就增加一個陣列 那陣列的加法我剛剛講過用那個 AR UR 等於array 小刮斧 裡面放第1個 第2個一直到第7個 然後分別貼 然後再利用跑個回圈 用call的方式 呼叫帶過去給他 他就幫我做完了 來試一下 然後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好 好 好